有时候我们的设计未必画得要贴实个object 有时候这个object是对位的 现在这个是一个low polygon 所以就算我的线贴实来画 座椅最后的final output也不会很漂亮 如果我们想做一些更漂亮的效果 假设这张座椅纯粹是对位的 大约的位置,我喜欢另外自己的画法 所以为了一方面起见 先把这张座椅,暂时我要它看到,纯粹看 但最好就选不了,不要妨礙我选择的 先选择这张座椅,在Display object display,选择一个template template,一按下去,现在这张座椅就看到 但选不了,方便我画东西 好,去front view 记得习惯,front view是对着正设计 比如我,我设计其实不是张座椅的形状 大约的 好,我们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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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如说,我们就选择一个形状 好,比如说,我们就选择一个形状 按下X,按下X,按下X,按下X 好,然后就放手了 然后,然后画一个螺旋形状 好,然后,Enter 好,这条线已经差点了,形状 好,我们就选择点 好,记住了 逢陈你发现这些点太多 有些点你不要 很简单 就这样选择一个点,按Delite 就没有了一个点了 OK,有些Handle 先选择它,拉圆一点 先选择一点 这点不用了 这个就好了 那看到,拉Handle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用少点Point 那就简单一点 这点我都不要了 那这点拉Curve圆一点 好,看效果先啦 好了,都OK啦 拉多一点 让它再圆多一点 好,比如我们先这样 去Perspective 它是前脚来的 我希望后脚暂时都好像类似的形状 那我们先选择这条线 按Ctrl D 咦,搬到后面先 好,譬如我打算 左右面是一致的 是对称的话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会选择所有线 选择 譬如我们先画了单边 例如画了 右边的所有线 选择所有线 那我们按Shortcut Ctrl G 就是暂时将它group 因为一group的话 Center位置会自动回到000 那方便我们左右flip 好,你按Ctrl G 那如果你要flip 那当然要duplicate多一些 所以按多次Ctrl D 就是duplicate 吸到group出来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椅子 是对正式的方便 我们将它scale X由1 打成-1 就是flip 左右的意思 一按 好,那你看到呢 它就flip了另一边 所以这张椅子 你不需要画整张 你说半张就可以了 另外那半张呢 那我们就会duplicate 除非你左右的设计不一样 好,譬如我画完之后 那我譬如想画一些线 可以左右穿插 穿插得来呢 可以线碰着线的 那你会看到呢 譬如我去top view 我想画个cout在中间 或者cout在中间 那么就create EP curve 画线过来 好,拉高一点 好,譬如我画我想这条线 碰着这条线 那我试试一下 按着这个按钮 咦,好像很难碰的 那这样动作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工序 就是呢 我们希望看到一些EP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方便我们选择 好了,选择了这四条线 因为要对位嘛 现在这样对不到位 很难对啊 那我们呢 选择四条线 Display Let's go 那我们 Display回CV出来 方便我们选择 OK 一按 你看到这条线 就算你不选择这条线 这条线呢 它都会看到一些Handle OK 好了,那有什么方便呢 譬如我选择中间的CALT 在这条线先 按F8 那我们选择其中一点 比如这一点 这个是Handle 这个才是点 好了 那如果你想点点点点的话呢 按下V 就可以搬过去 那看到这条线呢 就碰了别人的点了 可以 第一次了 这点 按上V 一碰 就碰了 那这边同样地了 那 选择了点 按上V 一按 就可以贴了 那就可以了 第一这条线呢 现在这条线不太直了 那我们可以再收拾 那我们不要理它了 甚至如 如果你嫌中的太多点 不够直的话 那你就把中间的点 弄掉了 那这个最有效最快的方法 那现在包直了 这是一条线来的 OK 那你看到现在呢 就是点去点了 那第五一做的效果 就是 这条线生出来的时候 那 走到这个位 另一条线呢 就可以再生出来了 那 就如此来推了 那就呢 就可以画了整条线的 OK 那我这个不过你先 delete 了 那你先不要理它 那 就如此来推了 那你就可以做的效果 就是点点点了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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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